人银历春,木气充分 2022年2月4日4点50分,太阳到达黄金315度时,我们居住的北半球进入24节气的历春。 历春到雨水半个月,仍在人银年五蕴六气的初之气中。 所以,时令养生还要参考节气文章《辛丑大寒》开启人银年。 所不同的是,历春之前的三个月属于冬天,历春开启了春三月,时令养生除了遵循初之气的自然规律外,还要考虑春天的时空状态乃至人为。 皇帝内经素问《四气条神大论》写道,春三月,此未发尘,天地聚生,万物以荣。 夜卧早起,广不于庭,披发缓行,以始至生。 生而勿杀,羽而勿夺,赏而勿乏,此春气之应,养生之道也。 逆之则伤甘,下为寒辩,奉长者少。 这段话是说,春三月,万物从冬眠中苏醒,天地之间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空,人们应该与天同行,夜卧早起,不急之人见意早睡。 做些舒缓的体育锻炼,人在天气温暖的地方,摘下帽子,衣服也要宽松,意在解脱冬藏的束缚,助力生发之气。 春三月的时空主旋律是生,所以,多做育生之事,不宜斩杀生物。 多给予,少争夺,多表彰,少惩罚。 上面的养生道理,与天地相应,如果相逆,名损阳气,暗号新音,伤及肝气,形成胶牙败种。 进入夏三月后,阳气不足,反而寒变,无法正常延续以后的夏涨、秋收和冬藏。 学习皇帝内经的教导,重视立春,令身心生长以平衡其时,如同一株健壮的嫩芽,向盛夏挺进。 人寅年的历春至春分的初之气,与往年不同。 皇帝内经素问《六元政纪大论》,在讲到这段气候时写道, 初之气,地气迁,风盛乃窑,寒乃去,后乃大温,草木草荣,寒来不杀,温病乃起。 其病气浮于上,血液目赤,咳溺头痛,血崩斜满,肤凑中疮。 历春后,目气鼎盛,这种时空的强势对于两种人影响较大。 一种是肝欲、血液不通之人,因调达不畅,亦发生心梗、脑梗、血液之症。 第二种情况是冬藏不足,肝胆气匮乏者,因时空中目气太过,肝胆气无法与之相应。 如同大烟筒,抽干小火炉,形成气节,甚至引发心脏衰竭,四肢酸软无力等诸多病症。 综上所述,在与人吟出汁气相应的前提下,兼顾春天的特点,食令养生,见义如下。 一,饮食。春天的饮食,要综合天时、居住地和自身状况,选择恰当的食物。 一,饮食输肝。肝气偏胜者,以吃酸味食物,尤其是有虚二食,以输泄干育之气,严重者虚丑二食,饮食输肝。 二,饮食补气。肝气不足者,又处偏湿地区,一再午时吃微辣食物。肝气特别匮乏者,可于胃身二食,食用少许人参。 晚睡前,舌尖舔一点人参粉,但是,一旦补足肝气,必须停用上述食物,太过者应饮食输肝。 三,饮食粮血。如果内热,伴有烦躁不安,或者干预,可及时饮食粮血。 尤其有食的粮血,可以饮阳入肾,持缘坐墙之官,立意睡眠,乃至次日精力旺盛。 四,春不食肝。春天在四季的生长、收藏、变化中主生。春天硬肝。 故古代大德明依告诫,春不食死肝。 二,起居。一,夜卧早起,获得阳气。冬至后,太阳直射点向北移动,使皱逐渐拉长,夜逐渐缩短。 与日同行,夜卧早起,可以获得阳气补充。如果逆行,可生肝活,导致干预。 二,不宜过早减医。民间有春午秋冬之说,很有道理。春生风,风为百病之掌。如果过早减医,风习关节经脉,可治病,拖累全年。 三,谨慎破气。历春一个月后,是经折。味道经折,人的气血经脉如同百虫,尚未苏醒。 这段时间,尽量不放血刮沙,亦不适合大运动量出汗,防止破气导致微软。 四,人天相交。春三月居住地区,如果不冷,出门不宜戴帽,使头与天相交,获益阳气,驱除浊气。 尤其孩子,古云,人的根本在天上,枝叶在大地上。 五,用心喜悦色,面对世界。春三月,万物更新,心心向荣,开启新的一年。 新决定一切,也决定一年。 所以,皇帝内经讲了春三月的规律,不可不知,不可相逆。 结束于,人银立春,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又是一场更严峻的考验。 但是,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,不必过分恐慌, 只要服从各级政府的防控措施安排,可以走向胜利。 这次疫情,是对各国的一次天见,胜负,皆在人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